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眸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反美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 拼经济 反网报 好 今节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欧盟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很害怕 因为 今天是最后一天 因为欧洲未到时间 会不会 明天 就真的连百分之 十的供气量都没了呢 特马sir你觉得会不会 普京大帝会不会 真的生气喉吗?不是生水喉 我觉得他反而会比较多少 不会完全生气 玩一下你 对啊 对啊 其实人最怕就是等屎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之下没有了 可能没有了就没有了 你反而是一个痛快 所以很多人 如果是什么极型的人 一个痛快是最好的 结果他又不是 你对你对 他可能真的是玩一下你 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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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给你一个希望 才会让你绝望 是 其实 我们看到北溪1号当然是停止向欧洲输起 他们就说三日为乎期 不过 隔于俄罗斯6月开始 已经将这条管道的输气量 是限制在正常输气量的20% 以下 停止对 德国 为首的国家输气 其实 我觉得真的有机会 可能是慢慢地玩你 你对的 我觉得也是 莫斯科方面 当然是说没办法啦 谁叫你们制裁吗 我们 只可以这样做 你不制裁我们就没事了 事实 我就是知道 这件事 是可能是慢慢玩的 现在 当然 当然了 未到冬天的 不过 全部欧盟国家 就要寻求在 这个农冬 到来之前 那就是要 要有供应 足够的 这个全气量 但是未存够的 那俄罗斯 就被 欧盟国家一直说 喂 你将你的 能源啊 武器化 令到我们生活危机 越来越大 你制裁他那天开始 你不是应该想起这些东西吗 你觉得 布京大帝会不会那么顺滩 要制裁我 我又供回能源给你 没事 会不会那么蠢 就是了 目的是为了 报复 西方的制裁 自从三个月前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股份公司 Gasprom 就开始限制供应 欧盟当然是害怕 因为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已经涨了一倍多 好像 意大利能源公司 艾尼 其实 昨天就说 他们从俄罗斯天然气 工业股份公司 Gasprom 获得的天然气供应 已经从 每日大概270万立方米 减少 四分之一以上 现在已经剩下 200万立方米 其实意大利减少 因为 之前意大利的 领导人和普京关系不算差 不算差 所以 我觉得普京对意大利都是属于心慈手缘 相对于德国来说 当然 相对于东欧国家来说 当然 更加 一棍牛里 对不对 不过 立陶苑就不是这样 立陶苑说我们不要你的天然气 现在你通胀多少百分之二十几 对不对 在6月 减少输气量之前 其实艾尼 即是 这个 意大利最大的能源公司 是有 3700万立方 这个天然气 另外 我们也说过了 法国 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 Engine 其实他们是零 得到俄气是零 不过法国有样东西 都叫做串得起 因为它主要是核能的 但是 欧洲天然气市场 虽然 有少少回落 但是 因为未到冬天 天然气价格 其实在上星期五 因为上星期五就是最后一天 就是升到 每兆瓦氏 340元欧罗以上的峰值 相当于 有价达到 它用到有价指标 大家可以 立体一点看到 就相当于 有价来 100元美金会桶 已经是呱呱吵叫救命 你知道340元欧罗 每兆瓦氏 等于会桶有价几次吗 不知道 550元 好高 100多元美金已经呱呱吵了 现在你五倍 之后 是有少少回落的 昨天 跌到 234元 欧罗 每兆瓦氏 大概跌到 近一步跌到6% 亦算是回落到8月中旬的水平 但是依然是处于历史最高的水平之一 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 这个 机构 的数据就显示 欧洲天然气储量 其实 是 达到80% 听到挺好 但是 之后你可能没有 之前他们是省了很多气 这个也是现实 他们用很多方法省气 又是热水游泳池 不允许 街灯 几多点之后又关了 真的关了 这些措施 是有帮助的 但是 当然也不是 有一个 真真正正的巨大帮助 因为 其实现在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 他们最重要的制造业 很多工厂是关了 不够天然气 还有最搞笑 你知不知道为了减少天然气的 消耗 意大利官员 有人 lets 洗澡 虎反感时 Hollander 其实在 overflow 听起来有几些淡 行动一小步 这是意大利生态转型部长 欣格尼尼说 而且 这位部长也说 每日减少家庭和 公共建筑物内集中供暖的时间 从今个月开始 并且将提供 供暖温度要下调 一摄氏度就从20度到19度 另外 可持续使用的加热气时间 亦缩短两个星期 当然 也好 省得一点 帮助比较小 始终供应量少得 厉害 我们看到 能源供应商说 虽然 欧洲公用事业公司继续在冬天前 不断地存起 虽然已经达到80% 但是 大举抢购所有天然气的热潮 没那么快完 你看到存到80% 另外20% 如果普京大帝正如冯德罗欣那样说 完全断气 那20%都会跟世界其他国家抢 对 不可能发生的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目前天然气价格 仍然是过去10年平均水平的10倍 虽然跌了少许 我们刚才说到 是跌了 跌了100元欧罗 但是也是10倍 也是10倍 俄罗斯减少 对西方国家的天然气供应 其实就是因为 西方要制裁它 普京大帝 亦日前有说 俄罗斯和俄气公司 一直 并且继续 这句话有点价格 继续 是履行我们的合同义务 不过 由于 有人 的限制和制裁 我们就履行不了合同 他有说不过的 你明知 发生了澳湖战争之后 你的制裁不会 不会停的 对吗 所以现在代价 很沉重 10倍价钱 现在 所以要制裁人 先要制裁自己 真是对的 真是对的 很糟糕的 我们由 西方制出所谓的制裁 我们一直都说 当时 其实也没有那么强烈感受到 现在我都觉得有点先知的感觉 你搞人一般来说自己也糟糕的 结果真是 你看看 最狼死的几个国家 就是波罗的海三角 现在通胀百分之二十几 很糟糕的 而且你们不是富裕国家 人收入本来已经低 西欧很多很多 要不就叫小英帮忙 又叫小英 小英也会慢慢紧 小英也没有空 因为小英要加 大防务开支 他们说要多买些东西 当然帮美国佬买 不帮你立陶宛买 什么国家也没有 另外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说 在通过北溪一号 书气馆 的涡轮机当中 现在只有一台运行 其他涡轮机 要不就是维修好它 要不就是 你们的制裁搞到有法律 困难 有障碍 我们都很想给你们天然气 但是真的做不到 不就是 扎连斯基 你知道他的 幕僚和秘书都是 很多幕僚 他的幕僚长 叶尔马克 我们之前介绍过他也是扎连斯基的一个发小 老死 好朋友 兄弟 很多高官都是这样的 是的 是的 有些就是他以前做议员时候的合作伙伴 那些合作伙伴 不过都炒了几个 都炒了几个 做不到事 另外你看到 他的这位幕僚长 叶尔马克就说 哎呀你们不够力啊 他就呼吁 针对俄罗斯 将能源武器化和继续全面 出兵乌克兰的行为 要深化对他制裁才行的 不够力啊 完全好像 自己制裁人家 自己好像一点影响都没有 他真的没有影响 乌克兰 不过乌克兰就受到战争影响了 乌克兰 亦都说 哎呀你们不要想俄罗斯 俄罗斯肯定拿北溪一号 那些技术问题带做文章 但是 他是拒绝 利用过境乌克兰的其他管道 维持对欧洲的 供应职 这个扎连斯基的幕僚长 他可以通过我们乌克兰其他管道 但是他在打仗 他又可以这样说 如果普京大帝听你说的话 就不用打仗了 这位 扎连斯基幕僚长也说 针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酵诈 答案就是限制签证 和天然气禁韵 哈 天然气禁韵他现在不够天然气你还叫禁韵 我不如这么说现在都得变相禁韵他不给你就得禁韵 是的 是的 没有帮助的 签证限制 签证限制其实我是不赞成的 因为我觉得 普通的俄罗斯人 有些 真的很多人 不挟普京才走的 可能就是 去投奔你们 用投奔这个字 你限制的话会不会又是将 一些本来 中立或者是不支持普京的人 推向普京那边 我们经常都这么说 你这么极端的话 对不对 当然 他也都说 只能用强力打败俄罗斯 有多强力啊 你都关公了乌南那么久 不过 说真的 战争时候 个个都要讲大一点 不讲大的话 那没理由洩气 对不对 另外 乌克兰国有天然气 管道营运商 GTSOU 的CEO 他也都说 没有收到 说要通过乌克兰增加输气的申请 他也都说在过境乌克兰的后备输气能力当中 只有40%用到 普京其实可以输气的 他可以说我正在战争 为什么要经过乌克兰 都可以 所以 所以 始终也有时间 这件事 我觉得没得拆的 可能像你所说 明天就看看 他会供少少给你 又不会令你断气 就先给你少少利用 过一排又再 我要维修了 是的 玩强残利 没错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